也因為記取了納利的教訓 後來我們的捷運戰 就再也沒有贏過了 對不對 幾乎沒有人 後來都做了防水閘門 這個可以講一下就是說 但我就說過了嘛 但是要檢討一下 馬總統當時的那個抽水戰故障 那個東西其實是錯的 當時他如果不要這樣低估 他做一個主觀 你如果是有病床 你就去選 都測試都沒有故障 哪有故障的懲罰人 事情就不會那麼嚴重 不是說不會發生 人家也由孝雅做到老爺 對 我知道 董崔西 林總統說他是孝雅 馬對70%做到13% 這也不簡單 但是馬總統現在願意從國外提早回來 這我們要給他肯定 就是說他記起教訓 那我請教一下曾老師就是說 那個納利當時那個路徑怎麼會那麼詭異 其實台灣過去有很多所謂的怪胎 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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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裡面來講 我幫你拿 你這樣說 正常來講 他是我們高壓在這裡 他照理說應該是由東往西 然後慢慢偏北 遭拋物線 這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想 然後慢慢往北走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 所以應該是說都在菲律賓的東方海域就對了 應該都是這樣 關頭起來了 但是你如果經過有一段時間以後 一般來說我們是看這個高壓 我們就這樣沿著這個旁邊走 如果到了秋天 接近到秋這一段時間 現在節氣是日秋 對 現在慢慢有可能有這樣 我們的北方的高壓就慢慢的 這個高壓就慢慢的也下來 形成了 大家都是順時鐘旋轉嘛 你本來這樣走對不對 我也順時鐘我也這樣 你颱風如果萬一剛剛在這裡的時候 一個讓你往北推 一個讓你往南壓 萬一兩個勢力一樣怎麼辦 你就不要動 如果呢 我這邊我覺得說 扭你一口你就肥一點 我這邊讓你一點你就難一點 你就在那邊推來推去 你就在那邊轉轉轉轉 轉了有一天 我可能心情不好 我說好扭你了 不然要插你了 看你下來又覺得這不行 又阻擋你一下 那就剛才跟我們瑞德兄所講的一樣 你很快的跑下來 結果一看不行我又來了 你就要慢慢走 風開生地怎麼那麼大 一時又一時又一時 不然就是這樣不可以叫我們海 你兩天去五個月裡 所以立秋很重要嗎 其實立秋實際上來講 就是說它並不是一定說很重要 而是說看我們這個天氣系統的一個變化 如果這個高壓 兩邊的高壓如果勢力差不多 可是有過去的紀錄說 立秋是颱風侵襲台灣最頻繁的節氣 其實上應該 今年的立秋是八月七號 因為我們颱風季 本來就在八月跟九月 所以 材你看怎麼說 所以你這樣說一下 納利 納利這個軌跡 這個路徑 納利就是這樣 所以納利的這個軌跡 因為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按照剛才那張圖 也就是說 我這邊 這邊也有一個 大家就在那邊轉轉轉 小度 小度 你就在那邊轉 轉很久 總有一邊到最後 輸贏就出來了 出來 下來以後 它就整個往南壓 往南壓過來了 過來以後 那照理說 如果你說你這個量 全部放棄了以後 我們實際上說 太平洋高壓就是退了 攤到往北走 往北走 那你就整個下來就算了 萬一它又下來一點 你又在這邊僵持不住 那在這個地方 行進的路徑就減緩 那台灣很怕那個颱風 是茫然中 就在那邊轉轉轉轉 轉了以後 累積雨量就很大 然後呢 所以我們不怕 鳳台大了 我們怕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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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啦 吞啦 外走啦 吞啊 吞啊 在這裡你把你吞啊 大方收個過 所以你想想這次的檀美 我們就有時候會想說 它變成說 時數變成說 每小時候20到25公里 我們反而會覺得 稍微好一點 如果他真的還慢慢來 那就真的很麻煩 就跟他早期的一樣 為什麼我們早期一直在預測說 這個檀美會是一個雨颱風 因為他每小時移動 才8到10 一直在吸水前 一直在吸水器 然後又再慢慢的走 那如果你要8到10 那你一天才走多少 老師 那我們真的可能是沒有嘗試 沒有知識還有嘗試 我來的時候說他在馬鈴拉已經流很多浩子 他流很多浩子 馬鈴拉也知道 他海面上他會一直在吸水器 還那麼多來 流不完就對了 那主要就看他帶來的那個水器 他自己本身攜帶武器就算了 他還要帶著援兵 如果帶著援兵呢 對 剛才我們剛才說的九字型的 圍印度洋那邊 把媽媽搬救兵 所以他如果在馬鈴拉 馬上又補充水器上來就對了 對 那這次看起來 我有看到在上邊 那雞子爐都喝水 像我們這100起的都喝到這裡 像美倫這150幾個 我已經內定了 大眉毛 你放心 我會給你扶著 有時候不要太輕敷那種 輕度颱風的威力 你沒有發現嗎 因為強烈颱風這幾年 你自從莫拉克以後 然後強烈颱風我們大家都戰戰兢兢 馬英九總統要趕快跑回來 因為怕到嘛 因為莫拉克太多了 丟了這麼壞 大家嚇到 可是強烈颱風的傷亡比較少 所以我們又會輕忽了 我印象中很深刻是 我看過最可怕的颱風是中度颱風 不是強烈颱風 然後呢 而且 那個叫什麼名字 我不會去叫什麼名字 二十幾年前我不會去 為什麼我印象中非常深刻 其實我還沒有生孩子 我孩子現在都已經大學 都已經18歲了 然後為什麼呢 我那時候帶著我太太跑新穩 騎摩托車 然後我就在想說 搞不好要辦名字 要在12點 風小一點要過去 假扁 辦名字 你朋友好生 太太啦 然後那時候 我在臺北市的南京東路 跟中山北路口的中山分局 舊的中山分局門口 我親眼看到 一邊是中山北路對不對 一邊是南京東路跟南京西路 在短短幾秒鐘之內 所有的自動車 停在那個洗頭下 或是那個人行道 幾個鐘頭 幾百 中山北南京西全部都倒 瞬間震風 瞬間倒了以後 然後嚇了一大跳 然後那個站門港的警員 也嚇了一大跳 然後沒多久 突然間砍棒 那個招牌全部都倒 最可怕的是砍棒 它碎裂了以後 就像手榴彈爆炸一樣 你那在外面又燒到對不對 你就是飛死即傷這樣子 那我也很深刻 因為我沒有看過 其他的那個強烈颱風 瞬間喔 那個瞬間震風 所以不要拿名字去跟它拔 拔不去 全部都倒 你不怕 你朋友都給他摸著 要給他補給你 不是 所以 那時候就請太太進去分局裡面 就是因為那天颱風太大 沒有辦法吹跑新聞 所以又生了一個 又生了一個 出什麼地勢中山分局嗎 其實那個風 如果各位沒有辦法想像那個畫面 就回憶一下那個 在美國的那個卡翠娜颱風 CNN記者那個在訪問的時候 不是都被 就是一直往後退往後退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因為有幾次 我記得有一個新聞人 叫楊憲宏 他那是哪個颱風 他在公視 公視門口他跌倒 不是 他是被風吹到 跌倒 然後我們覺得說 楊憲宏你也太誇張 你身高也180 是真的 你有擔得起如果不禁風這四個字嗎 其實我們的記者其實是 可天的風有最大 最危險跟最可憐的 為什麼 因為颱風天啊 我還記得有一些主管啊 他人在裡面找人去看天使 跟你下一道指令叫做 死守 而且要想辦法自己去找對不對 最危險的畫面你要去拍到 那很危險 我說坦白石很危險耶 那冒的生命危險 有一次我還記得 有一次是在南洋街 台北市的南洋街 中東府旁邊有啊 你會想說 哪有可能他們才來 真的 我那天晚上在想說 我要去那時候的消防大隊 那時候還沒有消防局 台北市消防大隊在北平東路 我就想說 穿一個霞鋼 走過就好了 我走到霞鋼進水 我就想說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既然進了水 我一定要跟你走到狂 走到膝蓋 走到我的腰部 然後就起來 我又不記得了 我才北區 然後呢 然後就走回去 南洋街 是在南洋街補習街 已經到我的腰部 然後再上來這樣子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 已經到胸部了嘛 然後很多車子都滅頂 我心裡想說 這是南洋街怎麼會這樣 我就北區喔 然後就在那個路口 要進來的地方 我看到一台白色賓士車 我們很多的人就跟他攔下來 跟他講不要 那是一個年輕人 好年輕人 還在講訓 不要插吻啊 我們都把他攔下來說 前面淹水不行 好 既然這樣子 我們就在那邊看 我們就親眼看著他的車子滅停 然後幫他把他拖出來 你知道 他不信邪而已 不相信 連南洋街 台北市南洋街 都可以淹成那個樣子 所以千萬不要輕呼颱風說是輕度的 還是總統 台灣不怕風 只怕風 其實真的颱風恐怖的地方 因為像我自己住在花蓮 從小就是每個年暑假 就面對颱風 對 那其實我們一直強調 真的風不可怕 那雨真的才可怕 可是我也看過風很可怕 像也是相乘颱風來的時候 我剛好再回去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個鐵捲門 因為我們家是那種 老式的鐵捲門 現在晚上的時候就要關下來 那個鐵捲門被吹了一個弧度 然後一個弧度 然後我就看到他就這樣 整個飛起來 然後在第二天我一出去 然後整個台九線 就是從花蓮一路 梳花風過路 台九線所有的電信乾全部斷掉 對不起 怎麼那麼苦都過來了 不可以搶一下 我小時候對颱風的印象是 不要颱風一定